到处两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了 每逢农历新年到佛光山东蝉寺 观赏灯会对许多人来说 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长达近三个星期的新春平安灯会 将会在2月7号正式亮灯 而今年的主题灯 是一条长达100米的巨型吉祥金龙 除了祥龙主灯 灯会还有哪一些亮点 马上跟随镜头到现场看看 夜幕降临 佛光山东蝉寺的新年灯是亮起来 各种造型的装饰灯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是民众在新年期间必到的打卡地方 还有两个星期就要送别玉兔迎接龙年了 那今年的东蝉寺的这个主题灯 依旧是采用了鲜艳的颜色 并且是以祥龙为设计元素 希望民众在欣赏这个主题灯时 能体验到云水自在 祥和欢喜的美好氛围 配合贾城龙年 今年的主题灯会焦点 多数都和龙有关 其中一个是壮观的吉祥金龙主题灯 长度大约有100米 身上布满金色鳞片的巨龙 处理在广场上十分耀眼 距离主灯市不远的观音步道上 也有一条将近100米的翔龙 驻守在这里 它的身躯被设计成龙门造型 当民众走过步道时 象征龙天护佑的好兆头 佛观山总主持绝成法师 在导览记者会上表示 今年的灯会主题 取自一顾星云大师 生前所写的 云水自在 祥和欢喜春联 祝福众生 自在安乐 时刻 欢喜吉祥 绝成法师也透露 虽然星云大师已经圆寂 但是接下来几年的灯会主题 还是会沿用大师的莫保字样 它不是只有写下今年的莫保 在12年以后的莫保都写了 到底还有多少年 我也不晓得 总言之这12年绝对没有问题 也就是它在10年纪住好 10年后 20年后的准备 所以我们年年还有的用 负责统筹灯会的东禅寺 当家有行法师透露 所有灯饰出自超过 4000多名志工之手 从策划 构思再到完成灯饰 前后花费了将近一年时间 这一次的花灯 基本上我们从这个熬铁 装灯 灯管 或者是灯泡 之后才可以粘布 那就是经过了这四个 三个步骤的工程 才能够完成这个花灯 之后呢 就是拿出来摆市 就大概前后这样的一个工程的时间呢 我们冬月六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完成 平安灯会准备工作还在进行中 亮灯仪式将在2月7号举行 当晚还会有春晚文化表演 这次的灯会一直开放到2月25号 不过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赏灯 东禅寺决定在3月2号和9号的周末 继续对外开放灯会 把动空间萧子惠 任嘉隆报道 爹